黎明和金城武有些交流的心得 究竟是甚麼心得呢? 不如這樣吧, 我們將以下的時間 交給北京的特約師兒, 盧敏儀 看看 現在一場來到北京 當然要嘗試北京的地道菜 就是北京撇皮田鴨 但黎明來到這裡, 不用師傅教我 自己想創新的方法 看看如何撇皮這隻鴨 我們捉鴨好運, 你行嗎? 準備好了嗎? 祝大家好運 一… 不用數了, 開始了 好, 我先走開一點 這個方法是黎明自創的 剛才有個師傅教的, 他說不用的 當然他會剪成怎樣呢? 你學過沒有? 我沒學過, 吃過, 看過 所以變成… 想得聯想, 我覺得刀法是隨心所欲的 你喜歡怎樣剪, 怎樣剪 剪出來鴨就適合口味 所謂剪鴨, 當然是剪, 肥油就不要剪出來 要剪太多肥油的話, 一定是吃到激 但有些人喜歡吃肥油 看看客人喜歡吃甚麼 客人喜歡吃肥油的話 你就可以剪紋的油給他 他不喜歡的東西就沒得 但是很漂亮, 剪得了 我已經看到客人了 你是不是學過呢? 為甚麼會剪得這麼流利? 為甚麼這麼流利? 因為這個世界上我們習慣了 要…怎麼說呢? 識者生存 大家在任何環境下 都留意身邊發生甚麼事 就算自己將來真的… 剪得很多可以身兼多職也不要緊 黎明, 你時間不多了 視乎你這分鐘剪不太多出來 不…不在乎多, 是在乎不能夠夠分量 好, 一, 完結了 倒數完畢 我們看過, 原來黎明剪出來的 這個片皮鴨就是這樣的 想不到黎明唱歌除了有一首之外 片皮鴨也這麼利悔 剪了九片出來 當然了, 北京鹽鴨是北京的著名小菜 小偉, 你看不到在我旁邊 是Bong in Taiwan的金城舞嗎? 是一樣有一首的 是… 金城舞現在準備好, 可以開始了 沒錯… 開始了 開始… 開始了 3、2、1,開始 掌聲鼓勵 當心了… 不要照顧 剛才黎明, 我數著的 總共剪了九片 是… 九片 看來黎明的手勢都不錯 怎樣… 但… 到底金城舞的手勢是怎樣的 你不要騷擾, 抽食 抽食蔥, 你的確好吃 速度快很多, 好像熟手幫人 金城舞下午一來到 已經不斷練習, 很勤奮 有備而戰, 難怪了 為何有這麼多人 這麼餵食, 走進來 當然很餵食 你不要吃了別人的 數著才行, 不是稍後數少了 吃了兩片, 這裡有五片、六片 你們吃還吃, 現在六片 不要影響它 小心 還有20秒而已 對, 只有十多秒而已 快點吧 快點, 乖人 一、二、三、四、五、六、七 八片, 現在八片 看來有機會可以跳躍黎明 乖人 乖人 一平紀錄了 再多一片, 再多一片 六、五、四、三、三、二、一 好, 停 知道了 十一片的總共… 有多少片了? 你很厲害 十一片 明白嗎? 來了, 剛才給我的 這是黎明在北京通運送來的 你要試一片嗎? 你們這麼喜歡吃, 吃完這些 來… 試試黎明的手勢如何 試試 剛剛切下來而已 剛剛切下來 來, 你試一片 似乎他喜歡你的 你這麼多地我 你這麼多地我